ESPN著名记者沃神消息透露,目前火箭和太阳已经达成交易协议,火箭送出安德森和今年的斯伦秀梅尔顿换来布兰登奈特和马基斯克里斯,火箭早已有意送走安德森, 在过去赛季中,安德森虽然仍能有不错的投篮水准,但在防守一端,安德森的脚步移动,成为了极大的弊端,所以也逐渐跌出火箭正常轮换当中,场均仅有26.1分钟的出场时间,拿下9.3分5个篮板的数据,得分跌至8个赛季以来的最低值,而后,火箭在休赛期中,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 更让火箭坚定送走安德森换来U-3D类型的风险球员,贝兹莫尔和詹姆斯约翰逊均有做出尝试,无奈一直未能成型,四轮秀梅尔顿,在火箭看来这是一位极具潜力的球员,老鹰索要梅尔顿促成安德森换被资莫尔的交易却被火箭拒绝,可见火箭对于梅尔顿的重视程度, 而梅尔顿在夏季联赛中场军拿下16.4分7.2个篮板四次助攻三次抢断的数据也证明了,梅尔顿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潜力球员,布兰登奈特,是2011年的首轮八号秀,生涯辗转效力过活塞,熊鹿和太阳三支队伍, 在新秀赛季便能拿下12.8分3.2个篮板3.8次助攻0.7次抢断的数据,成功入选年度最佳新秀阵容一阵,更是在熊鹿期间作为字母哥的重要助手,而后在被交易至太阳后,耐特因伤病困扰,在2017年2月份之后就在未登场比赛过,耐特一旦打出之前的良好表现, 它作用就是又一个戈登,火箭的后场阵容再度升级,难怪球迷认为,又一个戈登加盟火箭队了,克里斯是2016年的首轮八号秀,职业生涯至今出战154场比赛,场均可以拿下8.5分4.8个篮板0.9次助攻,投完命中率43.8%,更是在太阳队中口碑不佳,出现过与助理教练发生冲突的情况, 交易达成之后,火箭目前阵容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预计将会继续补强封线防守球员,耐特的到来,让火箭的阵容中多了一位具备持球能力的空位球员,不过伤病原因耐特状态能否恢复也需要打上一个问号,而克里斯同样没有很好的防守能力,火箭也只是得到一个更为年轻可用以打磨的年轻球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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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